拍!三个女人一个音!演多重人格角色!黄志文被看好摘事后! 无限花旦黄志文在新剧《三个女人一个音》中表现亮眼,被看好能凭此剧问定事后宝座,但她没被好评冲昏头,随缘吧! 她在《三里的角色》拥有多重人格,主人格方一音是个自信,凡是要求完美的律师,此人格是狂野暴力的菠萝耶乃、Piner,另一个则是胆小又多愁善感的阿仇! 黄志文游走三个截然不同的人格之间,时而霸倒,时而奔放,瞬间又变成愁眉苦脸,演技更上一层楼,看得观众好不过瘾,聚集在香港播出后收视率节节攀升 炮灰档播出,没料收视不俗 这部剧原本不被看好,播出日期一言再言,最终还被安排在实验性的星期天炮灰档播出,却没想到口碑和收视都不俗 黄志文接受联合晚报专访时对此感到开心,是否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他说,没想到观众这么喜欢这部剧,可能因为是在星期天播出 观众在新的一周开始前希望看一些轻松的戏吧 其实能带给大家欢乐 我的满足感已经超越一切 言下执意,似乎对之前的一波三折并不在意 有香港媒体认为他有望凭这部戏争夺事后 他开心地说,虽然未必会成真,但光是听到这个说法就已经很开心 不过现在距离年底的颁奖里还有点久 间中还有很多剧集播出,有很多因素要考虑,就随远吧 他认为与其去想未知的事,不如享受当下的成果,我不想有负担 他透露拍摄前为角色做了很多功课,每个人格的动作,语气等都要抓得很准 前面几集我可以通过服装去凸显人物性格,但后期因为人格说变就变,就更有难度了 他说,前十天左右的拍摄相当有压力,觉得自己演得不好,压力大到喘不过气 幸好兼职和搭档袁慧豪一直鼓励我 演豪放女,爽 三个人格最喜欢哪一个?黄志文说,三个都是我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,我不偏心,都喜欢 但他一上来形容演出豪放女菠萝爹奶的感觉,搭档袁慧豪也说跟Piner对戏很好玩,身边的人跟我说,看他发癫很过瘾 方已因人前意气风发,内心却非常压力,黄志文说,他不能太生气,否则Piner就会出现,也不能太难过,不然阿仇就会现身 某个程度上他反映了现代人压抑情绪的现实状况 如果可以选,黄志文想拥有哪一个人格?他小小剧透说,我想做康复后的方黎音 他开始接受治疗,到后期三个人格合为一体 骑士人是不是做到一百分就完美?我认为不是的,一个立体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情绪都有,然后适当地释放出来,我们应该去包容自己的每个性格和情绪,这也是这部戏想要表达的